被困在车里的第六天 女孩饿了就吃老鼠肉 渴了就接自己的尿液 然而不久后 天上开始下起暴雨 雨水逐渐淹没女孩的身躯 为了活下去 她把皮带绑在被卡住的腿上 准备用锯子将其锯断 剧烈的疼痛瞬间直击大茂 然而雨水还是快太一步 很快就漫过了身躯 幸运的是 汽车也被大雨冲到了山下 途中撞到石头上 恰好释放了女孩的腿 随后女孩爬到了岸上 准备去附近的人家寻求帮助 可当她好不容易找到山下一户居民时 却听见里面传出惨叫声 女孩强忍疼痛凑上去观察 发现正是之前谋害自己的男人 她不仅残杀了一家无辜之人 还有刚才路过的警察 为了救二楼的女主人 她撞着胆子潜入屋内 拿走腰带上的手枪 接着来到二楼的房间 小心翼翼解开女主人手上的皮带 可还是被男人听到动静 女孩连忙躲在门后 见男人要图谋不轨 女孩举起枪射击 结果却被男人提前走位闪躲 接着双方纠缠在一起 女主人上前帮忙 但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弱 见情况不妙 女主人率先逃出门外 而女孩由于没来得及 只能躲在桌子底下 此时脚步越来越近 男人还是发现了她 对方抓住女孩狠狠砸向墙壁 就在男人得意时 女孩按住男人的伤口 趁机跑进房间 男人随即赶来 以为女孩从阳台跳了下去 殊不知 女孩正躲在身后 接着女孩将男人从阳台推下去 滚落途中恰好触发了 男人自己埋下的机关 彻底无法动态 这下双方的角色瞬间互换 女孩把之前男人对自己说的话 反过来嘲讽她 并且男人之前给了她一次机会 那么她也给男人一个机会 随后丢下一把匕首 任其自生自灭 或许这就是命运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